今日第35届世界亚裔小姐选美大赛 即第5届AFF亚洲定节正式落幕 这项活动不简彰显了亚裔的美丽与智慧 还提供了一个展现亚洲多元文化和艺术的国际平台 本次的活动由美国国际商会AICC 全美电视台AMTV 美颜会馆Cappy Beauty M3JMK模特艺术学院 南加州华人经贸文化协会 及美国留学生协会联盟 以及一丝饭集团共同主办 全美大赛的冠军 由来自M3JMK模特艺术学院的SR-1获得 而本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则由来自中国的The Vacation Show获得 当天的活动除了全美大赛的 激烈角逐和电影放映 还收录了文化展览 时装秀和慈善拍卖等多元活动 全方位展现亚洲文化的魅力与深度 我们每年都在做这个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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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次完成了 这是一个美丽的活动 我们期待 作为美国国际商会主办机构 今天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的选手 跟这么多的电影人来自美国各州 来自世界各国 我们在这里表示欢迎 与预祝电影节跟选美总决赛 取得圆满成功 在紧张激烈的选美决赛中 来自不同背景的嘉丽们 展示了他们的才华 智慧与美貌 艾萨旺凭借其出色的表现与才华展示 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夺得桂冠 而Eleanor Palmer和安妮郭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展现了同样的风采与坚持 我们通过这个活动呢 我们就是要让大家 还有所有的外国友人 各族人民 都看到我们亚洲的文化和风采 还有我们亚裔小姐的美丽与智慧 通过这个活动 也看到我们亚洲的文化和传统的 独特的魅力 那我们看到 现场有非常多的来自联盟的志愿者们 前前后后 花费了非常多的功夫和心思 在这场活动上面 那也祝愿本次活动能够圆满成功 希望嘉丽们可以勇创佳绩 也希望电影节能够鼓励更多的 亚洲电影走向世界 随着颁奖典礼的落幕 参与者们分享了他们的喜悦和经验 而到场观众则对所见的 视听盛宴和文化展现深感启发 第35届世界亚裔小姐选美大赛 与第5届AFF亚洲电影节的成功举办 不仅彰显了亚洲文化的丰富与多样 也为未来美中文化的合作与交流 搭建了桥梁 凤凤卫视连岸琴 洛杉矶报道